新北地检署检察长竹赵明因应新世代反毒策略 今天上午邀请新北市警察局长胡牧原 新北市卫生局长林奇红本人沿伤反毒新策略 决定未来纳入毒品人口福岛处遇对象 将扩大纳入以往为纳入经法院判处一颗罚金 以及一幅社会劳动确定的吸毒者 今天与会者除了胡牧原、林奇红外 还有新北地检署棄毒组主任检察官张瑞娟 检察官国耿城 以及新北市新大大队掌料训成 新北市卫生局心理卫生及长照科长杜仲杰等人 讨论各项反毒作为 本次会议中决定在剧毒、戒毒等区块 为减少吸食毒品者健康受损 以及触犯其他犯罪机会 避免再次染毒 未来将扩大纳入毒品人口辅导处遇对象 将包括国网为纳入经法院判处一颗罚金 一幅社会劳动确定者 新北地检署表示 此等吸食毒品者都为出次接触毒品或犯罪情节轻微者 未来将由新北市政府毒品防治办公室的处遇辅助组 采个案管理方式追踪方式 借由医疗社区同步 并善用新北市政府部门所提供的社会福利 就业辅导资源 协助远离不良环境 避免再度接触犯罪诱因 再次染毒 使其紧速回归社会 作起为新北市新大队涨料训成 新北监主任检察官张瑞娟 新北市警察局长胡牧原 新北检察长朱赵明 新北卫生局长林奇红卫生 局科长杜仲杰 新北检察官郭耿诚 图新北地检署提供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